在16日进行的一甲第四轮一场焦点大战中,威冕冠军尤文图斯主场2比1立刻萨索洛,取得新赛季四连胜。 不过,在尤文球迷看来,这场比赛比最后的结果更重要的,是头号球星C罗打开了进球账户,经历了320分钟的等待后,这位世界足坛的超级巨星,终于在代表球队的第四场正式比赛中,打进自己的一甲手球。 不过,今晚C罗能够打进手球却必须感谢一个人,他就是C罗七岁的大儿子,今晚一直在看台上为自己父亲加油助威的米尼罗。 由于下周中将在欧冠赛场客场挑战瓦伦西亚,所以尤文主帅阿莱格里在首发阵容,上座了细微调整,中场核心皮亚尼奇轮休,而他的位置则被埃姆雷詹取代。 不过,作为尤文头号球星,赛季尚未打进一球的C罗可得不到轮休的待遇,阿莱格里让C罗继续首发意图很明显,在欧冠到来之前,他还需要C罗通过联赛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状态,最好可以打开自己的进球账户。 阿莱格里的苦心总算白费,上半场比赛,两队都没有什么好的破门机会,以0比0互交白卷,下半场刚开始不久,C罗终于收获了自己的一架手球。 第五十分钟,迪巴拉主罚右侧脚球,费拉里小进区后,点头球紧为机中门柱,埋伏在进区内的C罗笑纳大理,将球轻松扫射破门,1比0,C罗在打进手球后非常兴奋,他跑到场边与自己的队友一起疯狂性。 住,从0到1,C罗用了320分钟,但是从1到2,C罗这次可莫让支持自己的球迷等太久。 第六十五分钟,尤伦图斯前场快速反击,科斯塔右路背身横传,埃姆雷瞻反击中快速分球到左路,进区前左侧无人盯防的C罗突然起左脚低射破门,2比0,在打进个人第二球后,C罗终于一扫此前胸中郁闷, 而在C罗进球后,直播镜头也给到了看台上,镜头对准了C罗的女朋友,以及他七岁的大儿子米尼罗,同样作为尤伦的球员。 米尼罗在此前代表尤伦悠久的首秀中曾经上演大四系,帮助球队5比1大胜对手,能够在小小年纪却有着如此出众的才华。 米尼罗无疑继承了C罗在足球项目中的优良基因,而他也成为尤伦未来的希望。 米尼罗在U9赛事中的出色表现,看来也极大刺激了作为父亲的C罗。 在这个国际比赛日,没有入选葡萄牙国家队,的C罗一直在游文队内训练基地跟队训练,甚至他还在默默苦练自己的任意球绝技。 而在国际比赛日后的首场比赛中,米尼罗和C罗的女朋友一起出现在现场,并且和普通球迷一样在看台上为C罗加油助威。 也许正是因为场边有自己女朋友和儿子的助阵,C罗在今晚也有了更多的动力去争取进球。 从比赛一开始,我们就能看到C罗对进球的渴望,甚至他在自己和对手拼抢倒地后,还不忘进行射门。 皇天不复苦心人,对进球如此执着的C罗,终于得到了进球的机会。 在捅破进球这层窗户之后,我们相信C罗未来,必将贡献更多精彩的比赛。 未来,请伟大的总裁开始他一讲的征服之旅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阱《转发-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》